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o 晚上好,我是林德成 马上带你掌握股市焦点 马股今年被IOI集团和云顶的卖压所影响 全天下滑了2.08点 以1845.86点挂收 分析员认为由于隔夜美股下跌 令到区域股市包括马股的投资者谨慎交投 特别是在周末的前夕暂时退场观望 外资今年继续买进 吸纳了14005万令吉 本地机构和散户选择套利离场 个别卖出489万和916万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另外单元 今年一开始有国产车普腾将进军中国 多元资源工业宣布 旗下普腾和莲花集团将和中国金星重工业有限公司合作 一起在中国生产和销售莲花品牌汽车和相关零件 初步商业计划显示 在2015至2030年期间 有关联银投资计划的投资额预料高达58亿令吉 包括初期诸录投资的15亿6千万令吉 多元资源工业发文告说 合作双方将成立联银公司 GoStar莲花汽车 普腾和莲花将分别持有联银公司的40%和10%的股权 GoStar中工则持有剩下的50%的股权 紧接着有新业资本 新业资本发文告澄清 现在没有想要脱售或减持新业保险有限公司的股权 早前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 新业保险业务只占新业资本总盈利的3% 因此卖出新业保险有助于利润增长 新业资本否认有关的消息 最后 电力公司马拉科夫预定在5月15号重新上市 相信可筹措27亿4千万令吉 而用来还债和拓展业务 每股发售价是1令吉80cent 总共发售数以2174万股 管理层建议从2015年1月1号开始 设定至少70%的派息率 今晚的财经新闻到此结束 祝您晚安